Hello,大家好,我是阿萌,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跟大家嘚嘚嘚几句啊,关于一个中国版的体能之巅的一个综艺,据说现在要上马了 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WTF你知道吗,腾讯啊,就是也没有买人版权,就是要抄着吧,就说就不能自己动点脑子出点属于中国的传统的,知道吧,就得要复刻人家韩宗 体能之巅,奈飞出品的一个韩宗,前一段的时候已经就是炸了,知道吗,哎呦,我看了好几期,特别想跟你们分享 但这,就时间点没把握好,哎,刚好这一期有这机会来聊这事了 体能之巅,这韩宗是什么呢,就是找了一百位,各行各业的,但是呢,都得是有点本事,有点技能的,知道吧 若即小白是不行的,你上去之后要完成任务,就跟游戏游戏一样,然后完成一关一关一关往前闯,对吧 可能有的时候吃下掉一半人,有的时候要团队协作什么的,最终呢,要赢得大奖,知道吧,就是这么一个节目 但是其实创意很简单,但是人家实现的非常好,非常的真实 然后里面也出圈了好多小姐姐,小哥哥啊,不管是那个体操运动员,还是军队服役的,还是怎么样 就感觉就是一个倍儿爽,特别是像咱这种喜欢运动的,或者平手啊,可能练crossfit,或者是喜欢就是多种符合型的那种健身那种什么的 你就觉得看这种节目就感觉找到知音,找到共同点的那个感觉,对吧 但是腾讯要做这个叫什么,我能行,来给大家晒一下这个海报,我可以2023热血竞技生存真人秀 然后我就看见底下还有一行行小字啊,我这为什么这么小呢,我也不知道 我们寻找的是中国式强者,绝不只是身体的强壮,而是体魄精神,人格的全方位强大,从不试图压倒一切 但绝不会被一切压倒,我可以问了,天啊,就是那种,我们绝对不侵略,主动侵略别人 但是我们也绝对不允许别人来主动中国,就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嘛,对吧 哎呀,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跟你们遮不遮几句这个 我怎么看这个综艺能不能做成,期不期待啊,其实我是期待的,说时代的,我是期待的 因为中国其实之前做过一大堆的那种考验什么体力啊,智力啊,就是团队协作呀,拼身体的那种啊 有什么超新星运动会啊,就一帮各个方面那些偶像,爱豆,小鲜肉弄了一起射箭 嗯,跳什么丝带什么那种啊,还有最早的那种,就是闯关类的,你知道吧 就是一堆这种大型的一些体育设施,然后有攀杆的,可能又有什么骨肉转着转啊 你得怎么翻过去那种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但你们肯定知道,一个电闭箱踩电是啥的 就是大的卫士会做这种东西啊 但是就没有那种做的特别炫酷的,就特别棒的 然后让人觉得是那种特别fashion的那种,知道吧 就是适合年轻人看的,好久没有了 所以真出这么一档节目的话,我肯定一定会去看的,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这个节目,据说是严敏的团队啊 严敏是一个综艺的一个导演啊,非常出圈,非常厉害 因为他做了极限挑战,极限挑战做了7G还是8G 然后里面不管是黄渤啊,宋宏磊啊,还谁张艺兴啊,什么的 忧虑是什么呢,就是给你掐到根上吧,直接给你点破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对于综艺的理解和韩、日、美、欧什么之类的 就是国外对于综艺的理解要有本质的差异 因为中国的这个综艺都是怎么呢,都是后期制作出来的 它的剧本痕迹特别的重,因为它要把空台,第一它要把空台 第二呢,它很担心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这个综艺本身参加的这些人 本身没有故事,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大的一个框架的剧本 把它给框起来,你们这些人物按照这个剧本这么走 我就能保证后期能给它制作的非常好 但是像韩宗、日宗或者是那些欧美啊,什么 不管是生存挑战类的,还是各个类似层面的什么 它都会去极力的挖掘参加综艺的每一个人的故事 它的特点,让那个人的人设立出之后 把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故事线给它 它自己就能走出很优质的故事出来 所以那个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 这个我大概你们能理解吧 就是制作的这个本源,这个根子是不一样的 对综艺的实质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 第二呢,就是说 在这个中国做这种体能类的 或者是挑战类的,拼体力的这种 这种有没有土壤 有没有土壤 看起来好像是有的 看起来好像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偶像idol啊 然后练得比较快,比较大的,比较fit的人 对吧,包括可能健身教练 或者是什么 就是体育运动员 那是另外一说 反正就是说会练得比较留更红 对,留更红好吧 我给你们举个这样的例子什么的 恕我直言啊 这些人一个一个全是花架子 不要嫌我说话难听 他根本就没有盖得到这个体育精神的这个内核 利与美相结合 一个人到底什么是健康 什么是阳刚之美 什么是怎么说呢 就是六个维度什么的 又有这又有那 就是这些人啊 他只要偶像化和明星化之后 他都逃不开一个 就是我健身或者塑形或者怎么样 都是为了让自己更上进 而不是说让自己更健康 就这个是一个最核心本这个东西 所以导致很多 不管是什么李晨啊 郑凯 包括像之前什么吉尼泰梅 各种偶像男团的那些什么小鲜肉们 或者跳舞或者怎么样 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去健身房里面 只会进行单关节的训练 让自己的这个上肢块特别大 肌肉特别大 然后这个可能胸起来了特别特别的厚 但是底下腿几乎是不练的 因为腿要穿那个瘦瘦的西装什么的 你知道吗 就是那样一个一个 包括那个脸要弄成那个样子什么的 就他们一个一个都是 就是按照偶像的那个架子打造出来的 看起来 哎呀哥哥你身材好好呀 哎呀这个 这个这个非常fit 然后这个很非常非常厚 然后一腰好细 都是那一个样子什么 但是那样的人啊 就是说实话 就是出去一个一个都都都都不能打 一个一个就是上这种 我不知道这个这个中国版的体能之间里面的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情节设置 或者说他设置的这些机关是不是会会会会大概率会超韩国那种啊 如果是按照那个不准是挂还是要推还是要揉还是要怎么什么的我他们一关都完成不了我就话给你撂在这真的是这样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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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个爱是一刀光又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呢防炫光 OK继续再说女孩子是个什么情况啊 我今天跟一个朋友聊 那个朋友说说啊那女孩子中国也有啊什么张俊宁不是号称跑马拉松很厉害什么的代言体育弄产品啊 还有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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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珊珊练什么马甲线什么的健身啊马思纯也整天在那里晒自己啊肌肉什么的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就是这些女明星一个也真的就是不能打的就太多了你知道吗 就是哇这吊打如果你这节目能把张伟丽请去的话就这些圆珊珊什么的就这些人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的这个运动里面就好像我刚刚说那个男的这个男偶像也男偶像就是什么练这种单关节运动大肌肉块吃蛋白粉轰起来的 女孩子就是什么A4腰反手摸肚脐什么这里什么能弄一堆硬币什么的 所以呢从根子上就是中国的这帮男明星女明星啊就是站在人前的在那里营业的这些啊 他都基本不能代表中国式的像他那个宣传画里面的什么利于美什么坚强的体魄人格魅力什么的就真的是不行 哎然后你就说了说那这个节目里面一百个人呢那肯定都不能是这些小仙弱偶像什么的 我跟你讲就这个东西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差和冲突 你要真的再让那些体育什么什么运动员什么退下来的什么柔道的或者是练什么双杠什么的 或者是让什么张伟丽啊就这些MMA什么的什么去的话就会真的吊打他们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热搜词我都帮他们想好了 到底什么才是能代表中国的体育运动精神对吧 像谁谁在上面狠虐小鲜肉 怎么样就是什么 我觉得这种节目就应该让什么让谁去应该让东哥去 一个全秒了知道吗 哎但也不一定要东哥你有可能第一关过不去 他们第一关是整个人挂在上面看谁挂的实验9 没关系你第一关淘汰的话后面可能还会复复复活你 对是这样 所以呢就是我刚想说的就是说 中国看起来啊这个比如说一百个人选一百个人各行各业都出去什么的 就是真的能代表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的包括在上面能够怎么说呢 就是不要那么多综艺效果大家就实打实的有力量的有劲的有耐力的对吧 有柔韧的什么的你就高手在民间那高手在民间可惜进不了你的这个娱乐的殿堂对吧 就最后还是个一团乱麻就没意义最后就变成了碾压式的各个阶层式的职业性的对吧 然后弄一些稀奇古外的故事就特别没意思好吧 然后再有一个吧就是中国的这个综艺的这个技术啊制作水平不到位啊 这个我觉得就不用说了你要是copy个人家什么偶像练习生选个什么女爱都在那里跳跳什么的 你没准还可以 但是这种体育竞技类的这种比赛你对于拍摄制作的导演什么机位 然后就这种就是剪辑这种这种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 你到底做不做到你做个慢综艺什么的这肯定没没没没没的说什么 跟个地种个菜啥的没 但是像这种运动式这种可能就会很考验这种高速运动摄像机啊 或者是可能有地方还得绿木还是怎么样 I don't know啊反正反正韩国就会做的特别有特别有特别有张力特别有趣 因为人家的电影工艺那个大底在那扎实在那摆着 但中国这边能做上啥呀我不知道 然后韩国那边还有就是他那个外化的那个表现力会特别好 比如说谁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们的一个一个叫什么一个石膏石膏像代表他们 然后如果对方如果输的话就赢的那方 拿大锤头把它给砸碎着 就是看那是血脉喷张的 但是这晚上到中国来会不会又又面临一些政策审查风险的问题 反正就是总归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综艺啊 always都不是基于这个娱乐市场的这个反应 观众受众的这个要求啊 根据市场来缔造出来的 都是基于一些政策啊 就是没办法了 以前这个做偶像练习生什么的 这东西不让做了 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9月份广电就说呀以后要杜绝娘炮啊不能再搞偶像偶像养成什么的 然后结果现在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我要让上面高兴啊 我现在又要去做新节目呢 怎么没就盯上这个体能之巅了 就觉得呢 那中国也能出一波自己的这个体能之巅 对吧 也能boost一下这个健身行业 对吧 就是大健康啊 健身房 展现一下中国力量 是吧 哎这不就切题了吗 这不就可以开发了吗 是吧 哎呀always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他们怎么说呢 动机不纯 做出来的东西永远也都不会弄那么好看 你知道吧 就是没办法 跟上就是这个问题 还再有呢 就是说像这种的节目啊 就是除了以上的这些 哪怕都一 我一条都没都没说准 都是完蛋了 都是好的 还有可能很完蛋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他很难控制 这些演员或者是这些体育运动员 在这个场上表演也罢 还是体育竞技之后的这个风险控制 你像那个之前浙江卫视叫什么 追我吧 是吧 追我吧 那个高以祥心源性猝死 他倒在那的时候 一堆人都不知道咋回事咋了 就中文就always缺乏第一时间的 这个人到底该怎么办 第一时间的应急处处理 有没有那个就是 就是马上能让他心肺复苏的一些条件 对吧 就是保障 包括后期礼赔 能不能做一个很完备的一个保障 反正我是觉得 这节目要真邀请什么MMA 什么要是真的是运动达人和大咖什么的 你们尽量别去 就尽量别去 就没意义 那么你他妈舍那了 谁给你赔啊 真的是 你就做别人节目效果 有啥意义 对吧 你就让那帮偶像什么 就让他们在那里肆意挥好 挥洒汗水吧 是吧 就是裸露上半身吧 就让他们在那什么起舞吧 好吧 然后就是 对 差不多就是 以上就是我想说的 好吧 就是今年能做出来 综艺做出来 我肯定看 好吧 好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这个又有一道爱的红光 好吧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就在这道爱的红光下 给我一个小赞赞 然后follow一下 好吧 给我加个加个粉 OK 拜拜